大家好,周六,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王毅表示,希望并相信德国会支持中国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 王毅表示,中国曾支持德国实现统一,因此相信德国也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中方愿意同德国加强交流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新华社的报道表示,贝尔伯克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国 德国作为欧洲大国,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十分重要 德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贝尔伯克访华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完成他对中国的国之访问 马克龙关于台问题的发表评论引起全球舆论的哗然 马克龙上周五在中国访问期间对媒体表示,欧洲应该在台问题上采取独立于美国的立场 我们欧洲人自问,在台湾问题上推波助澜符合我们的力吗? 不,最糟糕的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跟随别人的节奏 马克龙呼吁欧洲国家避免被拖入由于美国的节奏以及中国的过分反弹而造成的台湾危机 马克龙要求欧洲保持外交独立,不要卷入台湾危机的言论 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引起了高度的争议 那么德国国内呢,德国的社民党保守派推出了对华文件批评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 德国联合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保守派成员呼吁应实施实用主义的对华政策 名为泽海默圈子,该团体呢发表了一份立场文件 其中呢也对联合执政的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经济部长哈贝克提出批评 那德新社也报道啊,文件中呼吁德国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协调一致的长期战略 文件中称呢,当前外交部长、经济部长 在不同个案上摇摆不定 所采取的措施更多是以内政的象征力量为中心 而不是作为一项有远见的政策 明镜周刊呢引述 泽海默圈子自身提供的信息称 该团体由93名社民党籍的联邦议员组成 文件中敦促不能对中国实施片面的德国外交经济政策 德国议会绿党党团的外交政策发言人特里廷就此为贝尔伯克做出辩护 说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既需要阐明利益 也需要就气候保护等合作机会 及人权等关节议题提出公开对话 贝尔伯克现在就是这样做 这也将定义对华战略 特里廷在柏林也警告说 现在这一对德国重要的访问 恰恰不应该受到同为执政联盟的内部的攻击和搅乱 目前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 正在中国访问的贝尔伯克此前表示 他将在中国谈及普世嫁及人权的捍卫 这是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 同为绿党的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此前则明确表示 露料对原材料这样的单方面依赖 予以避免应扩大供应来源 开拓中国以外的新型市场 泽海默文件要求对华战略不应该是反华战略 文件中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称之为重要的行为方和伙伴 以应对气候保护和军备竞赛威胁等世界范围内的 大量冲突热点与全球性挑战 与同时文件写到 中国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竞争者和体制对手 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必须使其供应链多样化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与同时与中国开放坦诚交流就更为重要 文件中称 突然终结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将会是一场经济灾难 因此一项前后一致的对华战略 不应是一项反华战略 不应以德国与中国脱钩为目标 德国依赖大量的中国进口 如果切断德国的生产将陷入停滞 贝尔伯克周四在访华期间明确表示 欧盟不久前表明中国是伙伴 必须去面对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崛起中的大国 并且这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紧密的交流是必要的 这也符合民众就业经济界的利益 他强调并不意味着德国要与中国脱钩 而是降低风险 并且明确的知道经济上的依赖可能带来风险 因此经济安全将是对华战略的一个中心议题 目前德欧政府正在与欧盟伙伴紧密合作 制定对中国的战略 那么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也透露 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其对中国的访问 法新社也证实 马克龙的办公室透过声明称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举行和平峰会的下一步行动 泽连斯基于去年12月提议召开全球峰会 以规划乌克兰的和平之路 但目前仍不清楚相关的细节 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发文 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近一个半小时的会谈 讨论了马克龙近期访问中国的结果 他还说他对马克龙谴责俄罗斯 战犯对乌克兰士兵进行可怕且不人道的处决 表示感谢 上周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欧洲不应成为华盛顿或北京追随者 也不应卷入持续升级的台海危机 那么俄罗斯的微信通讯社也报道 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他表示 有关中国近几个月 从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进口铜合金的消息 是否属实 他本人无法进行答复 记者请克里米罗公评论 并询问有关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主体之间的贸易情况时 佩斯科夫称 我方不知道这些消息真实性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依据 不知道这个消息来源在哪里 我目前不掌握这个消息 那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呢 3月同克里米亚一起加入俄罗斯联邦的乌东顿巴斯地区 那同年9月受到制裁的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 阿尔松和扎布勒地区 那有半数的这个铜交易 是被中国买家买 那同一天呢 基辅方面呢 路透社也报道 乌克兰总统子联斯一办公室高级幕僚告诉路透社 乌军呢 在俄罗斯作战中 缴获的武器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零件 俄罗斯呢 从西方取得零件供应 因为制裁而受到限制 那泽连斯一的幕僚呢 向路透社证实 从战场上取得武器中 我们持续发现不同的电子零件 现在的趋势是西方制造的零件变少 但有更多不难猜测到是哪个国家的零件 当然就是中国 那乌克兰的专家呢 从战场搜集的相关的情报显示呢 在海鹰无人机导航系统中发现过中国制造零件 那这款无人机之前呢 使用的是瑞士系统 瑞士的零件 由瑞士的零件 被中国的零件替换 乌克兰专家呢 也表示啊俄罗斯战车的火控系统中 也发现了中国的零件 那这些零件过去呢 使用的是法国制造的零件 都被中国零件替代 那么路透社目前无法独立证实上述情报的真实 包括提及的零件是否可能用于非军事用途 或由第三方转交给俄罗斯 泽连斯基的幕僚呢 他对路透社记者说 我们找到很多不同的物品都是中国制造 当被问及中国企业是否曾参与俄罗斯提供零件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路透社 纵观历史中国一直平等及互惠的基础上 与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合作 至于军事物品的出口 中国一贯采取慎重及负责任的态度 中方立场及行动一直都是如此 泽连斯基的幕僚叫弗拉苏克 他表示呢 乌克兰能辨识出一些制造商或供应商 并与西方盟友分享了相关信息 他表示中国武器制造商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的一家供应商 武器供应商也包括新兴广州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及另外两家没有透露姓名的公司 泽连斯基的幕僚也拒绝透露 两家公司具体供应了哪些零件 那么15号呢 中国方面抗议美国额外对中国的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当局指控中国的企业 企图逃避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 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12号将五家 为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列入商业实体清单 禁止他们与任何美国公司交易 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殊许可证 那美国商务部呢 也表示啊 名单上的实体实际上是企业 当局怀疑他们涉及 正在涉及或有重大风险参与和美国国安 或外国政策利益相悖的活动 那美国呢 一直对啊 被认为会远入俄罗斯的外国公司 加强了制裁 迫使他们呢 与俄罗斯或美国贸易之间做出抉择 目前有28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业实体 进入了美国的这个制裁清单 其中包括土耳其 马尔他 新加坡 那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表示啊 美国的行动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依据 也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声明中强调 这是一种典型的单方面制裁 和长臂管辖的形式 这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那么法国方面呢 也派出这个低级别的国会议员啊 访问台湾啊 台湾的媒体呢 也证实啊 法国的友台小组 包括这个主席博多黑 将与五位跨党派议员 以明日呢抵达台湾 巴拉圭的大选呢 进入倒数第二周 民调领先的亲中派候选人的埃里格里 日前呢再度表态 若他胜选将与台湾断交 因为台湾呢 近来呢给非邦交国的好处 多于提供给巴拉圭等邦交国的援助 阿里格里呢 在电视专访中表示啊 若巴拉圭继续承认台湾 就得失去与中国结盟带来的投资力 但看不到台湾付出同样的努力 巴拉圭目前呢是承认台湾的最大国家 台湾却宁可给其他非邦交国更多的投资 也不愿意给巴拉圭更多的投资 那么连带造成呢 亚洲其他的盟友在巴拉圭的援助合作都大幅削减 那台湾呢 驻巴拉圭大使馆呢 最近也在推特上啊 发布了台湾带给巴拉圭各项利益的消息 包括台湾去年底开放进口巴拉圭的猪肉 今年1月首批货柜运往台湾后呢 3月份统计台湾已被定位为 采购巴拉圭猪肉每公斤价格最优的首要市场 台湾知名的牛肉面也开始用巴拉圭牛肉当原料 象征巴拉圭和台湾双方 以理念价值与美味紧密连接在一起 那么德国外长呢 与王毅的会谈呢 现在德国外交部呢 并没有公开双方谈话的内容 但是呢 伯伯克之前那个谈话呢 其实非常明确了 他跟随法国在欧盟内部对外政策 要与欧盟整体保持一致 这个话说的又很清楚了 欧盟整体呢 对外政策是跟法国保持一致 那么也说实际上他公开表示 他要跟随法国的对华政策 包括对台政策 那么法国很快也派出这个 纽台小组的五个人到台湾安抚一下台湾 只有五个人到台湾安抚一下台湾 所以可以说呢 实际上台湾已经被法国德国抛弃了 只有台湾自己不相信 像巴拉圭也是 看到实际利益 中国现在对台也在进行这种关税壁垒的调查 就实际上你台湾呢 你过去你玩台独 你能从大陆获得好处 你能从其他国家也获得好处 大家都哄着你 不希望台湾发生战争 现在不一样 这台湾一定要理解一个什么问题 现在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 没有人再惯着你台湾了 没有人再哄着你台湾了 过去大家不想发生战争 我大陆可以给你让利 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 你就算骂我打我 我也给你让利 因为只要台海稳定就行 我中国要发展嘛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我中国想发展 美国不断制裁我 挤压我 围堵我 限制我 那我现在跟美国的关系 正在发生变化 台海这个紧张 不是我中国单方面造成 是美国也要让台海紧张 那我中国对台政策 当然有变化了 我不可能那么惯着你了 那你看 中国壁垒调查 那么台湾又在巴拉圭采购牛肉 你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就你台湾未来 你能够获得全世界啊 这些主要国家给你这些好处会越来越少 你台湾既然想要变成一个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 那么你就按照其他国际社会平等的 你要付出代价 你要付钱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美国希望欧洲跟随你美国的对外政策 对华政策 对台政策 你要不付出真金白银 那怎么可能 那台湾未来呢 它获得的真实的利益会逐渐减少 台独的红利结束了 因为现在整个的台海方向变得不稳定 中国也不会考虑会台了 大家看懂这个逻辑 那欧洲方面要从台湾获得更大的利益 大陆又从台湾方面减少利益输出 那台湾未来会越来越穷 会被限制 很多国家为了利益会远离台湾 所以台湾台独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 美国愿不愿意为台湾这个负资账 也就是这个账单 美国愿不愿意买单 很难说 榨干台湾最后一块钱以后 美国人很有可能会抛弃台湾 用台湾最后当一个工具点燃 然后让大陆和台湾发生战争 这可能是美国的目的 就你台湾被榨干最后一点油水以后 美国会抛弃你 你不要想象着 美国会为了你台湾去死 美国人会为了你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 会毁灭美国 美国不会这么想 欧洲不会这么想 美国人更不傻 所以现在是台湾人要为台独买单的时刻 连伯伯克连德国外长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说的也很清楚 不是免费的 没有国家真的爱你 爱你就跟你建交了 那法国议员也不用五个议员去了 法国总统就去了 真的爱你 爱你吗 这不是笑话吗 糊弄你呢 从你这获得更大利益说了 第二次在欺骗你 只有台湾人还相信 法国人 德国人还爱你台湾 怎么可能呢 爱你就承认你了 跟你建交了 保护你了 人家要的是利益 那你台湾从大陆获得不了利益 你又不断的从其他国家那失去利益 你要必须要维持邦交国吗 你像巴拉圭这也是 你必须获得利益 你的很多利益都要输送给其他的邦交国 那你台湾自己想象 你没有了大陆利益 又不断的输送利益 美国又从你这炸去 这是我刚才讲的嘛 台湾的这个台独红利结束了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台独进入死路一条 死胡同了 你再玩下去怎么玩 大陆现在就是准备要无统你了 就是要统一你了 怎么可能还给你让利呢 台独能玩下去吗 台独不可能再玩下去了 过去台独按照这个逻辑还可以继续玩 那双方都让着你 护着你 宠着你 爱着你 对吧 那台湾好日子来了 大搞台独 骂中国人 杀光中国人 中国人也不跟你计较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 它会有个变化 因为整个的国际局势在发生变化 大家都想着开战了 谁还惯着你 谁还宠着你 爱着你 都想从你这获得利益 大陆现在也不再给你输送利益了 开始调查你 那你台湾的未来 台湾一到想清楚 不要看什么民进的 国民党那个媒体 天天吹那个牛逼 全世界都他妈爱你 一共来了五个议员 还都是边缘人物 那有台小组那些人 在法国能能说上话吗 根本就不行的 那都边缘人物 跑到台湾 忽悠一下台湾人 台湾人忽悠一下自己老百姓 那民进党忽悠一下自己老百姓 就认为全世界都支持台湾了 这是假象 全世界都在抛弃台湾 你发现这是个火药桶 谁离火药桶近呢 离间不炸着自己吗 一共挣五块钱 收拾钱都不够 我有病啊 为了你台湾 中国说的很清楚 就是准备开战了 谁不离这火药桶远远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炸了 最后呢 我希望台湾人理解一点啊 中国呢 对俄罗斯的援助呢 是长期化的 而且这种援助 是一定未来会 逐渐的升级的 那么中国对俄欧战争的影响 你台湾就不要幻想着欧洲会支持你了 这很简单道理 俄欧战争实际上是中国控制欧洲 影响欧洲的一个抓手 通过影响欧洲 你台湾方向 你就别想着欧盟会公开支持你台独 公开支持你台湾了 所以这就我一直在讲的 中国获得了武统台湾的窗口 而台湾人现在还在幻想着 你台湾能够置身事外 怎么可能呢 俄欧战争实际上就开启了中国武统的去目啊 欧洲方向的欧洲国家最紧张的就是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而北约要肢解普京 肢解俄罗斯 只要普京在台上 普京和欧洲的关系和北约和美国的关系不会缓和 他要杀了普京 要推翻普京政权 那普京怎么可能和他和好呢 那这样的话 欧洲方面是无解的 欧洲只能找中国来谈 他敢得罪中国吗 台湾人用脑子想一想 他敢得罪中国吗 我中国怎么不能援助俄罗斯啊 我通过朝鲜都能援助俄罗斯 通过伊朗也能援助俄罗斯 那欧洲在台湾问题上 那他会公开表态支持你台湾吗 想一想 台湾用脑子想一想 乌克兰为什么现在急于现在和马克龙会谈呢 他要摸一下中国的底呀 到底和你马克龙怎么谈的呀 乌克兰说的很清楚了 中国正在援助俄罗斯 而美国又没有抓到实际的证据 那这样是欧洲最担心的情况 那这样是欧洲最担心的情况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台湾人不要幻想着欧洲会公开表态 欧洲能够保持中立就不错了 还想着欧洲支持你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之前说过啊 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窗口 五个常理事国 中国俄罗斯表态支持 法国表态支持 那美国方面呢 俄乌战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这也是美国最担心的 中国和美国现在怎么博弈啊 通过俄乌战场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美国对华战略 那个拜登那个布林肯 为什么天天急着要要会见习平 要和习平通话呀 为什么呀 他有求于中国吗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台湾人 不要像民进的国民党天天给你宣传的那样 啊台湾有美国保护 全世界都爱我们 因为我们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啊 海地也是自由民主的 他不也是民选的吗 你叫粪坑国家 哪个国家理他们 民主国家多了 不差你个台湾 理念相近的国家 理念相近的地区多了 这个世界讲的利益 讲的是利益 台湾人一定要想清楚我今天讲的话 千万别上民进党的大 跟着民进党一起陪葬 那真是傻瓜呀 那真是傻瓜 给人家当炮灰了 人家民进党拿着美国护照 跑到美国潇洒去了 你们剩下啥呀 跟你们留下什么呀 你看民进党哪一个没拿着美国护照啊 哪一个没去过美国呀 到人家拍拍屁股走了 你们怎么办呢 统一才是大事 最后啊 我跟台湾人讲啊 台湾人不相信欧洲会抛弃台湾 那你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马克龙刚走 德国的外长就急迫的要访问中国 他可以不来中国访问 不跟中国进行战略对话 就公开表态支持不台湾不就完了吗 双方一定在谈一些细节 不对外公开的 跟中国对抗访问中国干嘛呢 为什么中国欢迎德国的外长访问 而不欢迎美国的那个布林肯访问呢 你想想台湾人想想 这台湾现在媒体还在幻想着 德国会平衡法国 会支持我们台湾 这不是做梦的吗 中国为什么欢迎德国的外长访问 而不欢迎布林肯访问 美国和德国对台湾的态度 自己想一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